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寧长类动物 人类都是群居生活为主 由于现在成事化的生活 大家都会是较为独立小家庭生活 还加上生的子女通常是一个起两个子 很多小朋友成长的过程都是一个人 但社会要求他们与人交往的能力 就要求越来越高 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你想想如果动物 猫猫仔也好 一只困在籠 已经发觉他们很孤单 不会和其他同类相处 家长现在开始有些早期教育 有些上学校 要留意他们交朋友的比例 都是不算高 为什麽呢 它可以是回七日裏面的五日 因为有两天放假 还有一番学的时间 只是占人生的一小部份 家长需要在一常生活裏面 让子女有交朋友结友的机会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首先是邻居 让子女愿意和邻居差不多同龄的小孩 多打招呼 热情地打招呼 可以是揮手 点一下头 而情况许可的话 就可以让子女和其他的小朋友 多一些更加紧密的互动 或者是要求大家 有些时间可以交换 去探访你家 去探访你家 虽然这种不是现代生活的常态 但是为了子女能够适应交朋友结友 应该有的礼貌技巧 其实是去人家互相拜访是重要的 因为学校的环境 就在一个公众地方 就不是一个私人地方 有时就是大家去对方的家 而对方的兽子来到你家 而小朋友能够在自己环境里面 怎样和人相处 去到人家的陌生环境 怎样恰当地有礼貌 是重要的 另外可以安排亲戚朋友 同时的子女 记住要留意 所谓的交换结友 尽量不只是大人 是有同辈相处才是适合的 希望家长试下 安排一下交换结友的聚会机会 答案